佛芳明 作詞曲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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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剛剛講可能多了一些 detail 不過以現階段大家只需要知道 Global Memory、Shared Memory 還有Register這三個 它的Anaisys的scope 是不同的三種memory的 這個催儲存的地方 這樣其實就可以了 然後你的計算來講 其实是由很多这些SM的Processor所组成的 但是一个SMProcessor其实严格来讲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SIM-D的Processor 也就是这些我们举设就是一个Core 这些Core它其实不需要执行相同的instruction 因为一个SM其实是由很多SIM-DProcessor做组起来的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一个Group的 那我们后面会介绍到 所以一个Group的一个CDProcessor其实只有32个Core而已 所以一个SM可能它有100多个Core 那是因为它有3、4个CDProcessor把它变成同一个chip里面 好 最后很多的memory 还有这个要cache 这个我们到architecture的时候 会帮大家在更仔细的介绍 好 那我们刚才介绍完GPU 它有不同的product的GPU 它有不同的conan 然后有不同的harvard architecture 所以这些不同的GPU 你可以看到一些它的差距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就是把Pesla的GPU拿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它一些比较真实的数据 那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放到最近的P100跟V100 所以这是目前最新的 然后呢 In comparison 我就放了一个GTF-1080 也就是这个我们做的一般的显示卡 其实你看这个图表 你可以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趋势 就是你可以看到第一个architecture是不同的 然后它的chord的数量 你可以看到它在不断的增加 那这边可以增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台积点所整的 因为我们的耐力支撑越来越小 所以它可以在这卡上面可以塞进更多的这些chord 就是这些ALU 所以它的阔处也是增加 所以它的计算能力就不断的在往上 然后它的这个clock 其实跟CPU比有一起啦 其实是相当低 其实是蛮低的 所以它主要就是通过很多的chord 而不是让一个chord 它可以计算得非常非常的快 再来就是memory 就我们刚才提的 虽然chord是有增加没错 但是其实更重要大家会看 其实这个memory的bandwidth 所以你可以看到288这么高 是因为这个memory bandwidth 值的就是那个internal 是它这个processor 我们看到这个core 去access shear memory的速度 所以还不到global memory甚至于 所以它的速度可以到这个288 这么高的 它就是internally的这个GPU bandwidth 所以它其实最快的去access shear memory的速度 在它的size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成长相对少 当然现在其实有32GB的 但是跟这个CPU host的差距还是相当的大 好 再来interconnect 所以这个interconnect就是它PCIe 所以它跟其他的GPU 在其他PCIe插槽上的device沟通 或者是跟CPU沟通的时候 我们一般的serverPCIe架构 所以速度就是这样 所以速度就是这样 32GB 那可是NVLink 我刚才提到的 这边有数据 大家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了 300GB 起背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它现在这个 我们GPU server 它不是卖卡 它是卖system 它是卖server 不只是hardware的这个部分 还有上面的整个library tool chain 这整个system在卖 而不是单一个卡 所以因为你没有这些的话 就算你可以做出这个GPU卡 其实它的效能也是会被limit住的 所以你看它的bandwidth 其实可以增强到非常非常的大 当然你在跟这边比 距离还是很大 对不对 343倍快 所以这个bottleneck 其实是依然存在 因为大家都变快 所以最慢的仍然就是 那个跨device之间的那个bandwidth 只不过 你用NVLink 跟传统的比起来 它的这个bottleneck的情况 的确就介绍非常多 那不然之 如果你没有NVLink的话 其实你的卡再快 可能你也看不见它的一个效用 那尤其是 大家可以稍微知道的是 NVLink这个技术 它主要我刚才提到 它是卡跟卡之间的连接 那也就是GPU跟GPU之间 GPU跟CPU 你可能会想说 那是不是也可以通过NVLink的方式 可以 但是大部分的设客不舍破 为什么 因为这个communication 其实是要两边的device control 的沟通的 也就是GPU跟CPU 要有一定的共识 它们才可以用这个技术 去沟通 那卡跟卡都是NVIDIA的 所以当然它们会沟通 可是CPU跟GPU 很多CPU的厂商 跟GPU厂商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 depends on它们 愿不愿意support 愿不愿意都用NVLink去沟通 所以很多其实是 没有work在一起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Intel跟NVIDIA 很多时候它们没有一起 collaborate 所以你的server 其实是独立的 所以GPU 完全跟CPU 还是整个切开的 但是大家可能可以稍微知道的是 IBM IBM的server 是少数几个server 它有把CPU跟GPU 一起都在NVIDIA 结在一起的 所以换言之 就是说你的这个 什么叫做CPU 结在一起 就是说你的这个 memory的content 如果你想要 从GPU的一个 这个memory copy到另外一个 GPU的memory content 就叫做GPU GPU的沟通 如果你要从GPU的memory copy到host的man memory 那就必须要勾入CPU 因为man memory是CPU在控制的 GPU不能去直接去使用 所以大家说像这种 这个IBM的server 它就有CPU GPU甚至于就都可以使用NVIDIA的沟通 所以甚至于你的GPU device 想要去man memory 那边去要资料的时候 它的传输量也可以达到 这么高 所以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要留意到 这个Link到底是 只是Support GPU之间 还是说 它的CPU 都有Support NVID-Link CPU不Support的话 其实你要 GPU到memory access man memory access 使得这个平坏 还是会被绑得住 好 所以可以看到 这块其实沟通 其实才是真正现在最critical的部分 这边是效能 当然就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不是Gegaflop 是Teraflop 所以又是一个等级上去 所以现在是非常非常powerful 但是我们这边就可以跟这个GeForce 比就可以注意到我们大家说的事情 如果是Double Precision 这边是7个Teraflop 这边是0.2 所以非常糟 对不对 十分之一都不到 但是如果你看Single Precision 当然也是有差 但是差距就没有这么大了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的Application的计算 如果是Single Precision的话 有些人他会使用这种非传统 或者不是HPC的 其实也可以 HPC主要其实是强调Double Precision 好 那瓦数 这里可以看到 重点就是我们计算的能力 不断增加 但是瓦数没有变 这是我们说的Performance Per Watt 它就是不断的在增进 好 最后一个跟各位写程式最有关系的 其实是这一个 Compute Capability Compute Capability 就是它的计算的 其实是Programming的能力 所以是在于那些API 我们说的嘛 其实你重点就只是Hardware Hardware要搭配上面的Library 所以上面的CUDA的Library 它就有不同的 一样它有自己的版本 对不对 那这个Compute Capability 就是CUDA的这边 它Support的能力的层级 所以当然 值越高就是越新的 也就是它的能力会越强 它可以Support越新的一些API 跟这些feature 所以当你在使用GPU的时候 其实你要把这个Compute Capability 跟你的CUDA Library的Compute Capability 要对在一起看 那你如果你的GPU 你的CUDA的Compute Capability很高 我就问你会知道很旧的卡 它只Support到3.5 那么那些功能是没办法使用的 反过来 你有一个非常Powerable的卡 结果你用一个非常旧的 CUDA Library的Version 它的Capability很低 它可能甚至于Support 不能跑 或者是很多的功能 就没有办法被使用到 所以Capability 其实就是去连结Hardware 跟CUDA Library中间的那一个 那个Version 那个版本 就是我们这边来看 好 这个价钱就不用谈了 其实当然非常非常昂贵 但是如果你真的计算量非常大的话 以它的耗电 还有这些单位前可产生出来的计算能力的话 GPU当然其实还是比CPU 这些传统方式是占优势的 但是你就要 所以GPU这边使用 其实怎么样子 可以充分使用它的计算能力 非常重要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 Versionization的技术 会在里面 因为这么Powerful的一张卡 你可能就会希望有很多人 可以共同去使用 所以这方面当然就 还有很多相关的技术 需求 好 那我们刚才谈到Architecture 这边可能看得就更清楚了 所以这就是从最早的一代到现在 到2018的 那这里刚好也有一个名字叫Tesla 所以Tesla是刚好它 又是它的一个 代表它的Architecture 又代表HPC的 这个Brand 这一种类型的GPU 所以刚好重复被用到了 但是其他就没有 可以看到最早起到Tesla Fermin Capital 然后一路上来这样子 如果你有发现它的命名其实还蛮有趣的 就是一些物理科学家的名字 对不对 因为这是这些计算 所以 那这就是一代一代 然后不同代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它的capability 有的时候它capability会相同 有时候它会一下调很多 就是看它的功能性来讲 你可以看到比较常见的就是7.0 现在应该还有更新的 没有update到最新 所以要7点多了 好 然后 如果Vota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7.0 就是这样子 然后 这些的差别 所以每一代Architecture 最大的差别 像从这个6点 从这个pascale到Vota 你可以看见它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 它的memory用stack 就是3D的memory 所以有一些可能做这方面研究会迟到 这就已经引用上去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它的memory的bandwidth 就是可以大幅提升 因为它用堆叠的 所以它比那个cord的距离会变短 所以它的速度就可以变快 bandwidth可以变大 另外呢 就是nvlink 所以我们就刚才谈到nvlink的support 然后还有这边可以看见它的制程 是12.9 所以它就可以更多的cord在上面 那前一代来讲的话 很多也是蛮像的 就像是step的rem nvlink 比较早期的 所以不叫nvlink 但是之前只有160 现在有300gb 然后制程的差异 所以可以看见就是每一代 每一代基本上就是在它的制程上面 它的hardware component上面 尤其是interconnect上面 都有一些突破跟改变 好 所以这个只是大家稍微有个概念 所以不会说你在写个cuda 你在用这个gpgpu 却不知道到底这些 基本的这些知识 以后你如果自己去 自己想要建置 或者去建立这些计算环境 也比较有概念 好 以program的角度 像我们说的 其实你真正最care的只有一个 在hardware这边 其实你只care就是compute capability 就这一个 每一代的cuda 我们刚才看到cuda1234 现在到7点多 所以每一个cuda 那个7跟capability 无关喔 7是它自己cuda library的series number而已 capability是另外一个number 所以7.0它可能会对到某一个capability 然后这capability又对应到hardware 就是刚刚的这些不同的名字 上面的architecture 的gpu 但是什么是capability呢 capability就是这边你可以看见 就是你在写程式 在计算的时候 它到底有哪一些功能 它到底有哪一些default的setting 这个就是capability 所以不同capability 它就会非常清楚的去define 然后去更新这些资料 所以你写program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support这个function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 我default的thread的数量是多少 我最多可以create多少个thread 这些都在capability里面 有明确的定义 那这边就只是列出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stack 那这边就是很少数列出来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所以像这个部分 你可以看到 都是一些功能 所以就只有yes跟no 有support 没有support 所以当然 越后面的support就越多 它前面当然就是都不support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这一块就是一些default值 就比我们刚才说的 你到底跑了一个launch的程式 它是多少个thread 这些设定值 你最多可以allocate多少的memory 这些limit 都在这边 所以就会有不同的capability version 它就会告诉你default值是多少 所以你其实要留意 或者是你写program的时候 你想要知道这些设定的时候 你可以去先查你的cuna 的library 还有你的car 它的capability到底是什么 你到底用什么capability 在跑这个程式的 然后去查它的这些default的setting 或者是限制 好 所以这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 那这都是有需要去查了 需要再去查 但是你就要留意你的capability 到底是什么 好 那这个资讯你要怎么查呢 尤其最重要的就是 你到底是哪个version 你的capability 到底你的hardware capability 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GPU这边最简单的最常用的 就是这个device query device query这个comment就对了 就是你装了GPU的driver 装了它的套件之后 你就会装 顺便就会装这个device query 当然我们的这个作业环境都帮你装好 所以你就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指令就对了 看不得很清楚 没关系 重点就是这个device query 下的comment之后 下去之后它就列出来这些detail 就是你的这个GPU的detail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512个CUDA的core 它的memory有5个这个Devabyte 它的capability是5.0的 你的driver是5.0的 然后它的capability是多少 其实这边都会有写 然后它的patch size等等 这些hardware的stack 全部都在上面 所以这是一个方式 你可以很直接的知道认识你的device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从这边 你可以 因为 again GPU的programming 其实software hardware是绑得很紧的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这些size 比如说很简单的 一个case 像你去allocate memory 你不知道它到底最多memory size多少 你就allocate一个超大的 那你run time就是直接crash掉 所以它也不会帮你侦测 那就是run time 它没有办法处理的它就是crash 就这样子 所以其实跟把它跑在CPU 有非常大的差异性 这是我们说的programmability 没有那么强 就算有CUDA 有NVIDIA 有这么多的support 其实你会发现 还是很多事情 你要知道hardware 才有办法去debug跟控制的 好 那再来 就是我们可能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这就是一些资讯 就是CUDA 这个NVIDIA 这边有提供CUDA的tool kits 简单来讲就是tool kits 里面就是包含各式各样相关 你很用得到的这些sdk 所以有一些sangle code 有compiler 而且可以看到就是有这种C++的compiler C的compiler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compiler 还有ID debugger utility 就像刚刚看到的device query 那就是一个utility的执行档 所以当我们在装tool kits的东西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全部都装进去 然后还会有些library 所以这些library就是 我们知道的嘛 像我们会用NAS library 对不对 所以library基本上就是你这些计算 透过这个library 它可以用GPU来算 所以它就有加速了 所以你直接扣这个library code 但这个library code 其实是一个酷大的library code 那通常这个library code 尤其就是都是NVIDIA 他们专门的人去写 所以它都把它优化到一个 蛮极致的地步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用它的 这个NVIDIA提供的 Cuda library 它的效能就会明显地有所进步 然后还有些sample code Documentation 包括我们这项课介绍的很多 GPU的一些slice的内容 也是这些Documentation里面 有方都会整理的 其实NVIDIA在这一块 他们花了非常大的心力 所以其实你在网路上 可以找到很多非常好的Documentation 或sample code 所以在写的时候如果困难 其实你可以Google到很多 有用的这些资讯 或是一些投影片教材等等 好 那这个就是Cuda 我们刚才说 Cuda有Cuda的version 对不对 所以从Software这边来看的话 Cuda有6、7.5 其实像是9了 你可以看到 所以它的capability 一样就贴在这边 所以像是9的话 它可以support 就是3到7的capability 的GPU device 它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1或2 真的太老旧 它就是根本不support 我连compile都不行了 所以这个again就是你要知道的 好 然后对应到的architecture 所以这边就是GPU的基本的介绍 所以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知道GPU像什么样子 你有哪一些 有这个capability version 还有这些GPU的architecture 它们之间的关联系